大家早晨 昨天港股裂口高开 但是接着就慢慢向下走 进行即时的回吐 成交量方面略为增加 是连续第二个交易的增加 不过我们看看大户主动买股比率 就不是很理想 只有53比47 另外就是全日的资金证主动买入 是21.9900万 也不理想 在这个形势之下 我们看看小时图 日线图、周线图 月线图上的主要技术分析的表现 我用BBI计算出来 情况比上几个交易好很多 你看到恒生指数、国企股、红酬股 甚至期货 超短线、短线、中线 全部都高过50 值得留意的就是 在恒生指数和恒生指数期货 这三批的BBI都是相同的 即是期货走势和年货是贴近的 不过在国企股方面 你会看到期货 是比现货低的 是跟不上的 代表中资大户对后市有少少保留 恒生指数期货的日线图上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都是利好 我们要留意一下 现在的价位已经升近前升浪顶 关键就是 会不会在这几天之内往上突破 当然要有明显增加的成交支持 然后站稳在前升浪顶上面 另外我要留意的是 这个Stochastics 通常是最快反映市况指标 这条蓝色的%k 会不会升离 升离意思即是离开 %d 在小时图上面 RSI是跌穿了 它的5小时平均线 两条一起向下走 而%k也跌穿了%d 这是不良的信号 或者大户真的很幸福 预计到昨晚美股是会回落的 我们要留意的是 这一条%k应该尽快升回到%d 即是在今天之内 否则我们就要看 MACD 会不会的diff 就是这条线 会不会在零线上 这条线上边及时掉头回升 这样就有机会 阻止市况下跌 如果不是 回到中族附近 进行整股的机会是较大的 最后 我们看看 今早上恒生指数开市位在哪里 最大机会在哪里 现在 标准普2500指数 期负是2914.62 我们将它打到2914.62 即是恒生指数合理水平 在这一刻 还未开始 一个小时 将会是244441 即是会低开 161点 就合理了 当然我们要看看到时的 标准普尔指数期负有没有大变动 如果它大幅 比现在这个位 上升上去 那这个股份高一点 如果它再跌低一点 好像昨晚美股开市初段 就没有这个位置开了 今天先说到这里 先说到这里